李宗盛雄 教授 各位校長、各位老師、業界朋友 我們今天想介紹一下我們在應用科研究院 在電子學習和移動學習的發展 我是Edward Law、羅家穎 首先講講我們應用科研究院在電子學習這方面 我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 应科院是一个什么机构呢 应科院其实就是 属于香港政府的 创新科技署的 创新科技署 核下有五六个研发中心 包括有做物流 做纳米技术 做纺绩 我们应科院专责研究的 就是资讯和通讯的技术 创新科技署和教育局 有一个合作的 就是我们 创新科技署核下的应科院 是帮助学界和教育的产业 发展电子学校 特别是帮助 这次教育局这个先导计划的学校 希望他们得到成功 我们应科院 会根据学校的诉求 而利用我们多年发展的资讯 和通讯技术方面 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技术 是提供一个电子学习方案给学校 首先我要介绍的 就是这一部 我们一个新发展出来的 学习器材 就是一个Android-based tablet 我们叫二学伙伴 英文名叫Personal Assistant for E-Learning 这个学习伙伴 是由我们英科院自己研发的 它用一个 硬件方面当然用Android 硬件方面用一个十寸的屏幕 这个十寸的屏幕 就是iPad用的屏幕 一模一样的 触控式屏幕 以及有高清显示 OK 我们这个屏幕的比例是4比3 104乘768的解像度 以及有广视角 广视角就是说 当你拿着这个屏幕 是一个很斜的角度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另外有双镜头 和移动学习有关的 feature有些什么呢 包括有3G 以及WiFi上网 还有有卫星定位系统 有电子楼盘 另外一些很基本的功能 都有的 手写输入、录音、录像、拍照 还有我们做了这个器材出来 最主要就是 我们提供一个一条龙 一站式的电子学习方案 包括可以配合我们自己 研发的一个LMS 和很多其他的软件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界面 就是如何和我们自己的LMS配合 在移动学习方面 利用这个器材 我们会有什么方案呢 其实我们有的方案 这几个只是例子 我们的想象力不是限制 只是这几个例子 包括有全方位学习 location-based learning 另外那几个 其实都是和最近很流行的 大家听到的 叫做social media social learning有关的 我会逐个model 和大家介绍一下 好了 这个是基于方位的学习 location-based learning 我们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我们的tablet上面 有一个GPS的component在 那可以用这个卫星系统 来找出你现在的位置 那你锁定了那个精卫度之后 那有关这个位置的资料 就会自动在tablet上显示出来的 那些资料是怎么送到tablet上的呢 其实可以是preload到tablet上 如果tablet有mobile internet的话 亦都可以在网上 realtime把那些资料 realtime下载下来的 那我这个例子是什么例子 这个是譬如如果你拿这个tablet 去到太平山顶 那首先就是鎖定了位置 鎖定了个精度和尾度 那它立刻就会彈一些 和这个位置有关的资料出来 譬如太平山 太平山顶 是 它有多高啊 它这个山顶的倾斜度有多多啊 那这样 那这些和那个地标有关的东西 都会显示出来 那这个tablet 可以拿去很多香港不同的地标 譬如是湿地公园 或者是蔡元村 都可以知道和那个地方有关的东西 另外一件事就是 因为这个tablet 上面有一个digital compass 也可以显示位置 那你也可以知道 我现在在太平山顶 如果我看着北边的话 我会看到什么 我应该就看到维多利亚港的 那也都可以是 利用这个电子楼盘 可以将维多利亚港的information 也可以在这个screen上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们这个tablet 可以support到的 一个application 另一个application 就是一个移动点对点的application 这个application是怎样的呢 如果很多小朋友 拿着这个tablet 去到一个filtrip 在一个filtrip 就是一个wifi网络 一个移动点对点的wifi网络 虽然在离线的情况之下 他们上不了网 但是他们自己 每一个器材都可以 跟其他同学的器材 溝通 这样的话 这个网络组成之后 学生可以做到很多东西的 譬如可以交换他们 在tablet里面的资料 他们可以做iAM 他们可以做小组讨 那如果一个老师在场的话 老师也可以做额外的东西 譬如给一个电子测验 给这班同学 老师的tablet 可能有一个test在 他可以把test 发送给同学 同学做完之后 发送给老师的机 老师的机 也可以自动批改 这些全部是在离线的情况之下 发生的 在离线的情况之下 你做了的东西 是不是没有了呢 当然不是 你做了的东西 会存在tablet里面 当你上了线之后 譬如如果你回到学校 ok connect到你学校的lan的话 你做了的东西 立刻可以和学校的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学习管理系统 synchronize 那你做的东西 其实可以立刻submit上去 那下一个应用是怎样呢 下一个应用就是 其实我们的tablet ok 有的是WiFi和3G 但是通常小朋友用的那个 大多数学校都决定不给3G 3G那个可能只是老师的版本才有的 ok 如果老师的版本有3G 小朋友的版本没有3G 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老师呢 就可以做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 漏洞无线热点的角色 我们叫walking hotspot ok 小朋友可以通过WiFi 借助老师的那部机 来上网 那如果 譬如小朋友 需要 去access 学校里面的学习管理系统 或者 好像刚才其他业界朋友说 这个学习管理系统 不是在学校的 是在cloud 那也可以 ok 只要老师的部机有3G 上到网就可以了 那他可以 利用老师的部机 去学习管理系统 比如拿些功课 拿些教材 这样 那这些是另外一个应用来的 那另外有一个应用 我们想介绍的 我们叫移动社交学习网络 这个技术 其实是我们英科院 在之前做的一个project 叫做mobile social networking的project 里面 衍生出来的 这个project是怎样的呢 其实同学之间 他们大家可以分享 他们的learning content ok 那么每一个同学 自己可能在某一个topic上 他可能收集了很多learning content 那些learning content 那些learning content 其实不一定是在某些器材里面 那些learning content 可以是在同学家里面的PC 或者是在某些器材里面 等到某些器材里面 亦都可能在学校 学校的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里面 那你和别人分享的时候 你是怎样和别人分享的呢 ok 最主要就是你要让别人知道 你的learning content里面 有些什么 你是可以和别人分享的 你有什么topic 你有什么文章 有什么影片 有什么图片 这些你想和其他同学分享 ok 这个例子就是 譬如有两个同学 一个叫Peter 一个叫Tina ok 他们自己都收集了一些 在某一个topic上面的资料 譬如是 那个topic是关于太阳系的 这样说 ok 那Peter 遇到Tina的时候 他就说 哦 我可不可以 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太阳系 这个topic里面 收集到什么资料 这样 ok 因为他们大家都有自己 自己的content 的目录在这里 其实很简单 你一走近的时候 大家交换一下目录 就知道了 大家交换了目录 那Peter的目录 Peter收集了什么资料 和Tina收集了什么资料 大家交换 ok 而这个交换呢 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发生的 哦 Peter在地铁里撞到Tina 或者Peter在学校的capiteria 撞到Tina 那大家就可以交换了 要注意他们交换的 其实只是一个目录 现在他们没有交换过资料 OK 只是交换过目录 OK 接着Tina拿了Peter的目录 这个就是交换的step Tina拿了Peter的目录之后 他看Peter的目录里面有什么 是关于太阳系的 这样说 OK 那现在Tina上到网了 Tina上到网 他就可以去Peter 等资料的地方 去拿那些资料了 而这个情况呢 是Peter不用自己online的 Peter可以完全offline 但是因为他 譬如他家里的PC 是常常穿着的 是常常连着online的 那Tina随时就可以拿东西了 或者他也有些资料 等在学校的LMS 那他也可以在学校的LMS 拿东西了 那Tina看看Peter的目录 他看到有什么 interesting的东西呢 他看到 譬如说 有一个 Peter有个动画 是说 一些行星 如何围着太阳 做公转的 那他立刻 就去他家里 拿了这个动画 亦都 他发现 Peter 有一堆测验 这堆测验是关于行星的 这堆测验是 在Peter家里的PC 他也可以在他家的PC 拿了这些测验 他也发现 Peter有些Document 收集了一些Document 是关于行星的新定义的 OK 这个是譬如 2006年的时候 国际天文学会说 哦 现在我们要和行星 什么新的Planet 什么新定义了 冥王星不再是一个行星了 他们叫他做一个Dwarf Planet 一个小矮人的行星 这样 那 那 那 这个新定义 在一些Document里面 而这些Document 是存在LMS里的 那Athena也可以 可以去LMS 拿Peter愿意分享出来的东西 OK 而这个动作呢 Athena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 OK 所以 在一个mobile的情况之下 as long as 他上到网 他有一个Wi-Fi 他可以access到Wi-Fi 或者3G 那他就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那 这几个是我们 应科院 应科院 现在已经在Tablet 可以support到的方案 那我们另外 还有几个方案 我们进行中的 都是和mobile learning有关 哪位 哪位学界 或者业界的朋友 对我们这些技术有兴趣的话 可以 after这个talk之后 可以我们大家 坐下聊聊 或者看看大家 怎样可以合作 我介绍就是完畢了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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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